上譯 恭喜發財 今天就是大年初八 按照都要希望大家發財 沒錯 小朋友最高興 在託歷史新年就可以到綠市 沒錯 年初八應該知道辣會拆光 可以洗完 但你兒子的禮事是怎樣處置的 通常都會替他們儲蓄 因為這些是老人家教的 令他們有一個養成儲蓄的習慣 是的 但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最開心、努力的新年 就是親朋好友共聚一堂 大家聚在一起 又更新更新的近況 對,因為很難得 可能親朋戚友一年都沒有多少次見面 是的 但新年大家習慣 一來有假期 二來也習慣大家拜一年 大家可以互訪 是的 那你說吃甚麼最好呢 吃盆菜是最好的 所以今天我們準備做盆菜 讓大家吃一下 沒錯,其實盆菜有一個由來的 是 相傳南宋時期 兵方馬亂 很多皇室、忠神 我聽說文天祥、祥哥 就是祥哥 祥哥藍徒時來到廣東一帶 那些村民見到他 這個忠神沒得了 當然要招呼他們 一定要 但是太多人 Person士兵 於是聞煮後吃光了 怎 sign off 用盤裝著 盤都把 bought 去盤洗 把整盤拿給他們吃 就是和盤拖術 對,這個是盆菜的由來 自此 girls 很多村民都習慣了 又覺得是一個方便的做法 於是用鍋筒 有時過時過節,大家親吻聚會時 做一個盆菜大家分享 真的開心吧 對 今天我們也做一個盆菜大家吃吧 好,今天來吧,好嗎 來吧 我最喜歡吃放底的 豬皮蘿蔔,是嗎 沒錯 這真的是經典 因為通常吸味、吸汁都會放在底 等它們吃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吸汁所有的汁,其實是最和味 每次吃盆菜,我先由底炒起 這麼討厭嗎?最討厭的就是這些人 平時不是的 這些盆菜最貴的是最貴的食材 是嗎 蝦、雞、燒火那些,對吧 然後我們今天有花膠、乾瑤柱 富貴而已 金蠔 我又喜歡吃金蠔 是嗎?那放這些下去,讓你吸一吸吧 花膠 花膠,好 好好吃 一層一層 對,這樣… 層層一點 好,接著就是金蠔 好,加上這個 還要配合 幫魚柱,放在中間 這樣就好嗎 今天盆菜應該還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是 魚蛋、豬皮 還有很多鴨,很多東西 不過今天我們簡單單單 我預備了一隻爪子 還要簡單單單 爪子難道… 先吃早一點 對 其實我猜盆菜其中一件好玩的 就是你喜歡吃甚麼就放甚麼 沒錯,其實自製盆菜也沒所謂 那我先鋪了這個 因為我們還要煎蝦 好… 爪子又再鋪上去 口水漏了… 好,趁現在我先煎蝦 吃盆菜就是一群人吃 是 拍群戲也有一群人 是 但對於群戲來說 我的回憶也不太好 真的嗎 就像我們拍公主嫁到的時候 就說我們金家在營場裡 大家穿了臭褲 當然在營場就一定要跪在這裡 對 雖然帶了護膝 但跪足全日 真的很辛苦 有曬的 對,導演有要求 你跪的時間 不可以像日本人那隻跪伯 跪完之後還可以坐在腳跟的位置 一定要挺直腰 跪著… 對嗎 然後又要插跪伯 累得不得了 但說到群戲 我想起有些挺開心、挺大場面的群戲 例如呢 我拍過神雕俠女 當時我當周伯通 是… 其中有一場是金兵圍攻襄陽城 就是郭靖死守襄陽 於是高手就去了襄陽城 幫他解困 是… 當時真的一個大場面 我們在沙田某個難地 搭了一個城樓 你知道高手不是一個半個 當時七、八個人 在城樓站在那裡 設置了七、八條威也 每人叫一條威也 一來、3、2、1、Action 威也早一開始就飛到城下 哇… 一落地就立即打了嗎 一落地就打 每人已經設定了 因為很多… 沒有私下替身幫我們試了位置 一定是落那個位置 是… 一落還要打幾招 哇…當時的場面真的厲害 因為… 拉一條威也要四個人 你想想七、八條威也 只是拉威也要三十多人 哇… 我在城樓上看到 當然很害怕,很高的 哈哈… 你有沒有畏高 我幸好沒有畏高 但很高之餘,很害怕之餘 又很緊張 因為… 如果你再來過,很麻煩 再拉過 大家真的很認真對待這件事 但你覺得那場面真的很壯觀 一看來,全部都是人 屬於老林、金兵等 幾百人現場 一開始,一路飛下去 拍完那場,大家拍手掌 不過古裝戲有很多大場面 例如武林大會 這個經驗 八大派的掌門人 雲集一堂,又插旗 後面又有些子弟 對,通常那些… 其實那些武林大會 做主戲的只有兩、三個 其實很大部分的演員 尤其是八大派的掌門 其實只坐在下面 而且很可憐 以前比較大場面有預算 通常拍的戲是拍了一個星期 每一天早班07就出去坐 於是有很多前輩 就想到一些比較舒服應對的方法 你知道我們古裝是貼頭套的 貼頭套的膠水就沾著 還有大熱天使曬著 於是… 補邊 對,補邊又會爆發 又會熱 前輩就想到 如果不用膠水 用雙面膠紙貼著它,可以嗎 於是… 但雙面膠紙會反光 不要緊,因為說實在群氣 是一般的 一般的鏡頭 一般的鏡頭,而且就算是剃鏡頭 因為很多門派的掌門人 其實沒有甚麼主器 沒有甚麼主器,不會讓你大頭 可能是全鏡頭 可能是五、六個、六、七個 其實你貼了雙面膠紙 也不太會覺得 但最可怕的是甚麼 就是有些前輩貼鬍 他連雙面膠紙也省 怎樣 他拍的時候,他就拿起鬍 放在下巴上 當成? 演員 打開,切 好,我可以掃 又可以休息 那個演員叫… 蝦蜜真的很漂亮 對,很漂亮 好了,我們放在下巴上 真的… 盤賽已經有幾百年歷史 而不同地區的盤賽 亦都有不同的特色 正如我們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方法 令自己覺得開心滿足 總之一句 自己喜歡 就是自己的風格 吃盤賽除了材料重要之外 烹調的那個汁也很重要 人生中亦都是一樣 有時值得我們細味的 往往就可能是我們生活中的 點點滴滴 我們每次喝紅酒都會找些小食 這次很特別找些小食招呼你 看到了,皮蛋送紅酒? 皮蛋送紅酒,我聽說 紅酒就算很普通也好 你只要用皮蛋送 紅酒也特別好喝 我不相信 不相信 我試試看 皮蛋送紅酒,我真的沒試過 我試過一遍,真的 糖心很棒 真的不錯 今天我們心理測試完玩甚麼環節 不知道,看看準備了甚麼 好… 我聽說這次很厲害 有多厲害 如果斑馬的顏色 要換成其他顏色 你希望換成甚麼顏色 A,藍加白,B,綠加白 還是C,紅加黃呢? 我當然覺得C,如果要換成 紅黃,是嗎? 對,因為斑馬的黑白 這袋有白色,沒甚麼新意 我嗎?我喜歡藍白 藍白? 這個看法比較主觀 我A,你就是C C 看看這次是測甚麼 好 是測試你的好色和核濕指數 是嗎?真的很白 這樣就被人測試到 你很可憐 那怎樣?幸好我和你不一樣 看看誰比較可憐 好,選A 如果你和我一樣 都是選擇藍加白的話 好色程度比自己想像中更加強烈 即是你把你的可憐色放在心裡 你雖然行為保守 好,但思想就很大膽 很容易有歪念 一切都只是想像 所以別人不容易察覺到 原來你也是挺色情的 即是隱藏得很好 可以的… 但其實男人… 有誰不可憐色 不可憐色哪有後代 不可憐色就不是男人 沒錯 好,如果你是選B6加8的話 你實在是一個勝趣缺乏的人 認為男女之間最重要的 就是心靈交流 所以你最看不起那種 為愛付出性的人 好的 我們也沒有選這個 C,到我了 好,各位觀眾 麗耀祥究竟是不可憐色的人 你也不是不可憐色的人 吃個肥膽定的經濟 好 很害怕 簡師洪家王的朋友 你是一個思想大膽 行為開放的人 是嗎 你絕對是適膽包鐵 下次你就可以白包青天 簡單,適膽包青天 沒錯 當碰到欣賞的異性的話 你馬上就會想跟對方做那件事 很快就會跟對方發生關係 而且絕不止有一個 是嗎 我老婆走了嗎 你就是想你老婆走了 牠長病百歲了,你不用怕 是,大家都知道 猜不到你… 不知道准還是不准 有紅酒嗎 喝一口 心氣體驗,完全不准 是嗎 我完全沒有這些想法 不過我想一說到色情 就會想起我們那時候血氣方剛的自己 是 青少年的時間 一定是對於性有很多幻想 少年十五、二十時 有很多憧憬 你以前有看鹹書的經歷嗎 我告訴你 真是老實跟所有港大觀眾說 一定有 這個話題 我想很多人都放在心裡 真是不好意思說 但我相信真的 每個少年情懷都會有這些對性的好奇 在我們的年代有很多本我們叫鹹書 對,很經典的 有些例如新枝 新枝 新枝,但又不是完全鹹的 又不是全部都是 就像一本雜誌一樣 有很多娛樂、花邊新聞 但中間總會有些比較有味道的內容 比較性感的相片 對,你又容易買的 是 因為它不算是一本鹹書 你經過報攤買一本新枝 就沒甚麼奇異的眼光看著你 但還有一些很經典的鹹書 例如 《老爺車》 《老爺車》 《藍皮書》 有這些 這個 不過最經典的一部當然是 龍虎泡好看 好看,但又好鬼鬼 圖片美麗,顏色美麗 立體禁制 還有 我只會頭三句 這真是經典 當時你會藏著鹹書在哪裡 老實說,我第一次看鹹書 真的不是自己賣 因為不敢賣 因為當時只是十嵩的稅 當時在我家附近有一條牛巷 不知道一次偶遇 經過地上有一些寶藏 嘈嘈 而且這本就是我響我已久的那本 《老爺車》 《老爺車》 我忘了是《老爺車》 是甚麼 好 這樣怎麼會是誰放在那裡 你隨地等垃圾,幫忙等垃圾桶 先收拾 那次是我第一次經驗 每次經過後巷就很好奇 看看有沒有人再丟下垃圾 那裡變成你的寶藏之地 是的 那時候真是好笑 你不敢賣 是的 那時候如果有鹹書 我會放在廁所 那個水箱後面的位置塞住了 我猜我媽媽平時應該不會碰到那個位置 那你有沒有試過洗水箱 沒有… 突然沒有發現你這個秘密 是 但我發覺我爸爸很厲害 是 我爸爸有一天跟我哥哥說 兒子 給你看看 是 我說好 然後他就拿了VHS的帶出來 這麼厲害? 是的 他真的拿了愛情動作片回來 是嗎 然後說兒子,我們一起看 然後插進去那個 那次你多少歲 那時候我15歲左右 那麼厲害?那你爸爸很開放 很開放 然後我看了一會後就覺得 很悶的,爸爸 我去做功課了 是嗎 真的 那時候我第一次看的經驗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因為感覺上好像那些… 那些建築工地 全部都是色情打仗機 那時候好像沒甚麼情趣 而且很悶 沒有甚麼劇情 就是看著看著看 動作沒有甚麼新意 可能我爸爸用這個方式來教導我 反而是這樣 令你不要太好奇 對,反正你看了之後 沒有看過 你會否覺得很好奇 很想看 對,不要緊 我主動給你看 看完之後 你覺得沒趣的話 你以後就不會繼續看下去 那我沒有 我爸爸又不是那麼開放 那麼懂得去談這件事 我們很少談這些 那時候很好奇 你知道總會有很多鹹片 叫做 去買票 對 那時候也是十多歲 十四、五歲 那時候又不敢 那時候一看電影院上的電影 我心裡會突然走進戲院門口 是 大堂就已經… 心裡開始突然突然突然 我很快看那些預告片 看到那些劇照 以前的戲劇很流行 有很多劇照 有很多照片 打算看看哪一套好看 這套吧 然後打算去買票 為什麼買票的時候 有些男人去買票 是 你想想一想 有男人買票 你要排三、四個 是 那你還在等 因為覺得很尷尬 想走進去 一進去,又走開 又去看看那些預告 算是不要看鹹片的預告 看其他… 看來看去看去看,那邊沒有人 我馬上去買票 是… 接著進去看 那時候有很多的 那些早場、公余場 在後期是一張票看到人… 早五晚 你幾點入場 你也是拿著那張票 你可以看到… 鹹片自助餐 沒錯 我想想,哪個人會看幾套 你還看三套 不會吧 是一件事 不過,我覺得以前的鹹片 比較詩異 我記得當時真的… 無論名字或拍片 很藝術 我記得當時 我們年輕人想看的鹹片是甚麼 《少女情懷總是詩》 《蜜桃成熟士》 有… 那些很經典的 因為當時真的社會比較保守 大家都沒看過外國輸入 你沒看過港產的嗎 東月片的時候 沒錯,《官人我要》 對… 《官人我要》我看過 是不是呢 我接著第二集就是《官人我又要》 是嗎?我又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又沒有追到一集 但當時真的很厲害 因為當時真的比較保守 一旦有本地製作的三級片 大家很驚奇、很好奇去看 是… 有些人更加以為 拍攝鹹片的人一定很色彩 其實很多藍藝人也好 拍過這些風月片 都被人標籤 其實我也挺可憐 也限了他們的戲路 是嗎 我不怕被標籤 是嗎 如果有機會我拍這些戲 我都會盡量嘗試 因為… 好,是嗎 祝你心想試吃 我會盡量嘗試 是嗎 我會盡量嘗試 只能夠晚上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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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出街 晚上出街 為何你選擇晚上 晚上是安靜的 又不熱 你又不想別人認到你嗎 又不是 我覺得晚上的氣氛 你逛街也好 約朋友也好 我覺得氣氛也好 晚上你可以約朋友喝酒 你日休息 你沒有來約朋友喝酒 那你為何選擇日休息 不用休息 我走得正 只是你忘記光而已 飽到吐 醉到吐 飽到吐 醉到吐很辛苦 對 飽到吐的話 其實只是獲利回肚而已 我們可以信從包至牛 那種進食方式 是 再吃吧 吃牛歡喜 吃牛波子 但我兩天都沒吃過 我都可以吃牛波子 是 波子好像都… 波子我聽人說過 其實是波子 一粒切片 切片煮出來 有點像豬腰 我聽人說是 我又不知道牛歡喜又如何 你試過嗎 我沒見過 不過我覺得 人一輩子一輩子… 怎樣都會歡喜 那才是街大 歡喜 你可能會覺得地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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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